大家好,我是爱旅行的娜娜 在我们山西呢,一部剧带火的景区呢 除了有乔家大院,还有山西的藏山 那么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肇事孤儿》呢 在热播以后呢,让观众呢 很多朋友呢,熟悉了山西渔县的藏山 我现在就来到了藏山 藏山地处太行山西路 位于山西渔县城北的18公里处 或许呢,你已经看过电影《肇事孤儿》 也被那段忠义之史所动容 但是建议呢,有机会亲自到藏山走一趟 因为这座山里不仅有一座千年古迹藏孤洞 而且还能看到漫山遍野,听到泉水叮咚 这一切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 都足以触动你内心的澎湃之情 藏山的旺季门票呢,80元 但是呢,景区够大 整个藏山呢,是由168个小景点组成的 所以说深厚的历史文化呢 赋予了这座大山特殊的意义 藏山顾名思义就是藏文化 藏着历史,藏着故事 藏着一段赶天动地的忠义之举 这尊金色的雕像呢,就是忠义之士成英 怀抱着赵氏孤儿逃往藏山 早在2600年前 赵氏呢,原本是春秋大国 晋国的重情 晋景宫三年,晋国大富图安国 为了铲除赵氏一族呢 就给国卿赵顿加上了弑君的罪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赵氏一族三百余口人呢 被满门抄斩,血流成河 当时赵顿的儿媳妇庄鸡公主 已经怀有身孕 她只身一人,逃回了娘家晋王宫 生下了赵家唯一的后代赵武 也就是赵氏孤儿 为了保全赵氏,唯一的血脉 重意识呢,是舍身去义 尤其是成英和公孙楚旧 公孙楚旧抱着成英之子 来充当赵氏孤儿 惨死在图案谷的刀下 而成英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带着真正的赵氏孤儿 千里迢迢地逃往于山 藏身避难达十五年 赵氏孤儿成人以后呢 最终复兴了赵氏一族 因而于山后来被称为藏山 按此说法呢 如果没有藏山 就没有赵氏孤儿 就不会有三家分禁 战国七雄 更不会有赵宋王朝 和第一大姓赵姓 我们刚才所听的这段故事呢 它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呢 所记载的 那么其实在史记之前呢 还有这个左传 它有另外不同版本的记载 那么究竟哪一段 更接近这个历史的真相呢 我们现在呢 就先走进藏山 龙凤松 相传龙凤二松为成英和公孙楚旧所画 虽然龙凤松已经枯死 但是惊魂呢 长流天地人间 走入山谷 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处神马泉 相传呢 成英邪孤 摆脱了土岸谷的追兵 就乘马来到这个地方 感到干渴难忍 尖马呢 突然是仰天长孝 竟然用潜体刨出了两股清泉 南泉凉爽可口 北泉甘甜如露 人和马在这里倡议一通 因而得名神马泉 现在呢 依然可以看到 两股泉水呢 是清澈见底 一般来说 北方的山川大多少水 而藏山的水呢 却是一个看点 还没有走近 就可以听到花花的水声 这里就是迎宾铺 也是藏山的一张名片 上下落差呢 达20秒 打给人iliation 暖 capitalism 凶得了 水 警念 这里呢还有一个观光云梯 它的垂直高度呢是120米 50秒的时间呢就可以带我们冲向蓝天 那上去以后呢还有一个玻璃栈道 以及一个玻璃滑道 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肇事孤儿藏匿地 这是景区在2005年所立的一块金字金边的石碑 这边呢还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天下第一王 那么第一王呢说的就是肇事孤儿肇武 那为什么把它称为了天下第一王呢 我们一起继续到藏山里面去寻找答案 藏山祠藏于深山里的一座宫殿 也是藏孤圣境的核心景点 始建于金元时期 现存的建筑呢重建于明清两代 相传这座山门建于明代 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走进这座气势如虹的古牌坊呢 就走进了中义的殿堂 藏山神庙呢就是藏山祠的山门 那么这座祠堂呢 它是分三重院落 一山而建 步步登高 正中大殿呢 所供奉的就是肇事孤儿肇武 这里的肇武呢 已经不是司马前笔下那个孤儿 他已经变成了一尊无所不能的神 庇护着藏山周围的云云众生 据民间传说 赵武事后一缕魂灵直上天庭 玉帝封他为藏山灵感大王 专思人间的风雨 造福百姓 据史料记载的 历朝的皇帝也对赵武推从辈制 正所谓是天上玉帝 人间皇帝都封赵武为王 赵武自然为王中之王 天下第一王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 如果没有赵武 绝不可能有后来的赵检子赵襄子 更不可能有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所以说赵武成王变神 也在情理之中 这座正殿的外观呢 为五级六寿 龙头相柱 抑郁者互作服幼 非皇家建筑呢 是不能使用的 这块巨石美名夜来石 据说呢 有一天晚上 从山上呢 就坠落下许多的大石头 但是呢 都没有砸到过建筑物 所以呢 人们认为是赵武凌王 一直在保佑着藏山 报恩殿 顾名思义呢 就是赵武 报恩怀念恩公的地方 那么看上去呢 这座报恩殿 明显比主殿 规模小了许多 也许呢 这就是主仆的区别 在这里呢 没有了霸气的神秘感 让人更多的想到的是 成英 公孙楚旧 韩爵等意识的 一泊云天的好气 应该说 他们的中长峡谷呢 才更应该是 藏山永远的主题 在藏山祠呢 还有一座 不引人注目的小庙 叫宝孤祠 也叫成子庙 里面供养的就是 代替赵氏孤儿 父皇权成英的儿子 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还未体验到生活的美好 就血溅 守阳山 他用自己柔弱的生命 换来了赵氏血脉 也救下了全城的孩子 可歌可泣 虽然这座小庙呢 常被有人忽略 但这在全国的庙宇中 为小孩子专门修建庙宇的 唯有藏山一处 这里就是藏山的精华之处 藏孤洞 这个洞穴呢 是天然形成的 位于悬崖峭壁的岩石之下 也被称为了藏身宝洞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隐秘 正所谓是洞中套洞 洞底藏洞 这个石头呢 都已经磨得非常的光滑了 藏孤洞 这个洞非常的狭窄 紧够容身 难以想象呢 当年成英 就是带着赵氏孤儿 在这个小洞穴里呢 躲过了图案谷的追杀 后来呢 人们觉得这个洞是浮洞 于是呢 在当地留下了藏孤洞里 站一站 消灾避难 保平安 藏孤洞里藏一藏 官运财运 一声响的说法 在藏孤洞旁 还有一个捞儿洞 山壁上呢 有一个大洞 据说把手伸进去摸 摸到石头 生儿子 摸到瓦块呢 生女儿 当地的老百姓呢 很多会来这里求子 那么在愿望实现以后呢 就会来进行还愿仪式 那么在这山崖上呢 看到有许多的这个还愿的景气 应该是说明 还是比较灵验的 继继续往东走呢 就来到了滴水盐 一个凉爽而美丽的地方 这里呢 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 看到了洞内呢 中年滴水不断 聚集成潭 在春秋之际呢 岩石滴水 就犹如猪连一样 优弱先进 那么到了夏天 尤其是雨季过后呢 更是水珠四溅 暴泼飞檐 那么到了冬天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水珠呢 就冻成了冰柱 冰柱倒雪 就犹如一个洁白的冰雪世界 非常的漂亮 看到了美丽的滴水盐 在这炎炎盛夏呢 站在这里 非常的凉爽 就犹如空调防一样 非常的舒适 在这里呢 再来说一说 藏山赵氏孤儿的 左传版本 左传出自于春秋时期 里面所记载的赵氏孤儿呢 和史记是大相径庭 他说的是公元前587年 赵顿的儿子赵硕是病死的 那么他的妻子 也就是庄鸡公主呢 便和赵硕的叔叔赵英琪 有了男女私情 这种事情呢 在赵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赵英琪的两个亲兄弟 赵阔和赵童呢 更是无法忍受这种奇耻大辱 认为赵英琪丢尽了赵氏家族的脸 便将赵英琪流放齐国 克死他乡 这一下子呢 就惹恼了庄鸡公主 俗话说 冤有头战有主 她把账都算到了赵氏的头上 于是联合鸾氏戏氏 一同在静井宫面前 诬陷赵阔谋反 那么一个妇人的私情呢 最终引发了一场灭门之灾 唯独留下了庄鸡的儿子 也就是唯一赵家的血脉赵五 这便是左传的版本 似乎是有点不尽人意 有点狗血 那么关于史记和左传所记载的 赵氏孤儿也是众说纷纭 但是史记所记载的内容 之所以千古流芳 并且在元代加以渲染 被称为了元代十大悲剧之一 大概就是因为史记所歌颂的内容 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阴暗 但是能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的 唯有正义和光明的力量 我个人呢 非常喜欢史记所记载的赵氏孤儿 也许它有它的戏剧性 但是呢 它更能诠释 一个人在一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品德 那就是承诺 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 博大精深 最终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正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 都有类似于成英 公孙楚旧 韩诀 这样的忠肝义胆之士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好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在下方点赞 评论 留言